哈利和梅根大婚哈利王子脱口喊老婆 午宴宾客被逗乐的英国哈利王子与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尔 梅根马克尔 盛大婚婚 男主角在午宴上即兴演出公开喊出老婆 把参加午宴的宾客都逗乐了 十元杂志 People 报道 在教堂仪式后 参加温莎城堡圣乔治大厅 ST George S. Hall 午宴的一位宾客说 哈利王子在现场感谢了每一个参加婚礼的人 这名宾客说 他对所有人说了谢谢你 当哈利王子说说我老婆与我时 获得宾客欢呼 这位宾客也曾参加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婚礼 宾客说 这句话是即兴演出 非常可爱 宾客还说 哈利王子还开玩笑保证 美国人不会把英国的宝剑偷走 又说拜托 当你们离开的时候请保持安静 不要吵到邻居 这些话把大家逗乐了 宾客说 这真是超乎想象 感觉我们真的是这场特殊盛宴上的一分子 哈利与梅根的婚宴聚办两场 第一场午宴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师主持 共600名宾客出席 晚宴在府若格摩尔宫 From Morehouse 邀请较为亲近的200名宾客 哈利王子与梅根共携联礼现代 多元的婚礼 从婚纱 花童 试词到圣诗 这就是个传统的婚礼 在一系列的公告中 白金汉宫曾明确表示 西人想要个形式不一样的婚礼 结果 礼拜一世突出了这场婚礼现代 多元的一面 天国的福音 Kingdom Gospel 和唱团逮出了节奏 然后是黑人大提琴家 还有美国盛工会主席主教孔茂公 Bishop Michael Carey 那档器回肠的讲道 每一场婚礼都是王室蜕变的机会 婚礼前那几个星期也许曾经风浪 但已成过去 这场婚礼对于王室来说 有关未来 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贾纳电影节 日片小偷家族获最高奖 新华社法国贾纳5月19日电 记者张曼 第71届法国贾纳国际电影节 19日闭幕 日本导演是芝芋和的新作《笑偷家族》 最余最余影片金棕旅奖 节的常客 这是他第五次参与金棕旅奖角逐 2013年 他指导的如富如子摘的贾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美国导演斯派克里 凭借新作《黑色党图》 获本届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黎巴嫩女导演 纳丁拉巴基的 加百农获得评审团奖 法国88岁著名电影导演 让绿可戈达尔的新作 《影像之书》 获得特别金棕旅奖 此外 波兰导演 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 凭借冷战获得最佳导演奖 意大利演员马尔切洛峰特 凭借在影片养狗人中的精湛表演 荣获最佳男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 颁给了主演小家伙的哈萨克斯坦 女演员萨玛尔耶斯利亚莫娃 三张面孔和幸福的拉扎罗 两部影片的编剧 同获最佳编剧奖 在短片单元 中国青年导演 魏淑军的研编少年 获得评委会特别提及奖 本届贾纳电影节5月8日开幕 包括中国导演 贾张科新作《江湖儿女》 在内的21部影片 入围主竞赛单元 角逐金棕旅奖 校偷贾族荣获金棕旅大奖 贾纳获奖名单 出炉来源 北青网 贾纳电影节闭幕式 史之玉和的小偷家族 荣获金棕旅大奖 史之玉和 我现在手还在抖 我非常荣幸 在贾纳电影节中 我们获得许多的勇气 我在这里接受这份勇气的传承 相关报道贾纳获奖名单 出炉第71届贾纳国际 电影节于北京时间5月20日凌晨闭幕 各项大奖陈埃落定 东亚代表是支玉和平小偷家族摘的金棕旅奖 让 吕克 戈达尔影像之书或特别金棕旅 斯派克 李执导的黑色党图或评委会大奖 Marcelon Fondi凭借全舍惊魂获得最佳男演员 萨玛尔 耶斯利亚莫娃则凭在小家伙中的出色表现 获得最佳女演员 波兰导演保罗 帕夫利科夫斯基凭借冷战斋的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下双黄蛋 由幸福的拉扎罗 爱丽丝 洛尔瓦撤和三张面孔假法 帕纳西分享 澳大利亚短片所有这些生命或短片金棕旅 而中国导演魏书军短片研编少年被特别提及 原标题 贾纳金棕旅大奖由日本电影《小偷家族摘货》 贾纳电影结闭幕 日片《小偷家族》获最高奖 新华社法国贾纳5月19日电 记者张曼 第七十一届法国贾纳国际电影节19日闭幕 日本导演是知欲和的新作《小偷家族》 获最佳影片金棕旅奖 《小偷家族》 讲述一户看似平静过日子的普通家庭依靠道且维持生计 却又其乐融融 一次意外事故打破了原有平静 揭开了每个家庭成员的秘密 影片改编自真实新闻事件 旨在透过家庭探讨日本社会问题 广告 是知欲和是贾纳电影节的常客 这是他第五次参与金棕旅奖角逐 2013年 他指导的如富如子摘的贾纳电影节评审团奖 美国导演斯派克里凭借新作《黑色党图》 获本届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黎巴嫩女导演奈丁拉巴基的加百农获得评审团奖 法国88岁著名电影导演让 吕克戈达尔的新作《影像之书》获得特别金棕旅奖 此外 波兰导演帕维尔帕夫利科夫斯基凭借冷战获得最佳导演奖 意大利演员马尔切洛峰特凭借在影片 《养狗人》中的精湛表演荣获最佳男演员奖 最佳女演员奖颁给了主演小家伙的哈萨克斯坦女演员 萨玛尔耶斯利亚莫娃 三张面孔和幸福的拉扎罗 两部影片的编剧同获最佳编剧奖 在短片单元 中国青年导演魏淑君的《颜边少年》 获得评委会特别提及奖 本届贾纳电影节5月8日开幕 包括中国导演贾张科新作《江湖儿女》 在内的21部影片入围主竞赛单元 角逐金棕旅奖